两个美国女孩用一栋大棚来养鸡 一年养出了3000只走地鸡 效益那是相当的不错 没有什么高大上的设备 就一块大草坪上面 有4个不起眼的一栋大棚 一辆用来牵引的拖拉机 还有一辆破旧的皮卡车 就这样的设备 他们搞出了一个再生农业的生态农场 这里是美国中部的阿肯色州 两个女孩搞了一个不起眼的家庭农场 他们的养殖模式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小鸡幼苗成长阶段 刚从孵化工厂出来的鸡苗 需要2-3周的过度养殖期 这是一个固定的养殖区域 在投放鸡苗之前 需要铺一层松软的松树爆花和甘草 同时需要给小鸡配备糖水混合物 增加小鸡的抵抗力 当然光照温控水源 以及幼鸡的饲料都需要配备到位 2-3周过后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了 那就是户外移动大棚放养模式 要转运几千只鸡可是一个技术活 先是将小鸡集中赶在一起 然后一个一个的装入这个装机箱 这是一个非常智能的设备 把小鸡放进去 重力的原理就会自动的关上 然后通过皮卡转运到大棚边上 在投放大棚的时候 只需要顶开这个小门 小鸡就可以直接倒出来 那么它们是如何移动 放养走地基的呢 就这样4个移动大棚 宽有6米 每天早上会移动一次 拖拉机来牵引 为了保证安全在牵引的时候 需要有人在大棚里面驱赶 让小鸡跟随着大棚一起移动 移动到新的地方 小鸡就会获得天然的生长环境 可以吃青草吃昆虫等等 这个移动大棚也会配备4位系统 定期投放饲料 而且还有专业的供水系统 就是这样悬挂的水管 每次移动的时候需要断开 到达新的地方过后 就重新接上 随时随地保证 每一个饮水器都有水 看看大棚移动过后的草坪 是这样的 会留下薄薄的一层积粪 然后就自然返还到土壤里面去 差不多半年左右的时间 肉鸡就能够长大成熟 会有专业的抓鸡的团队 到农场来抓鸡 他们用的是 这种箱子顶部开口 这种大型的装鸡箱 一个箱子 可以装7到8只肉鸡 据悉这个箱子是非常贵的 大概90美元一个 方便堆叠运输 不会伤到肉鸡 而且可以循环多次使用 当这一批肉鸡运走之后 就开始准备下一批小鸡了 就这样一个农场 两个女孩 四个移动大棚 一年能够养殖出 3000多只肉鸡 确切地说 这是一种半放养的模式 这个案例 还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首先如果你有一片空地 不需要修什么固定的养鸡场 不需要什么重资产的投入 搞几个移动大棚 就可以试一试 第二从产品的角度看 当城里面的人 吃的都是一辈子 走不出三米的肉鸡的时候 这种半放养的走地鸡 产品上是一个不错的差异化 价格肯定不一样 第三这种移动大棚养鸡的模式 方便管理 而且能够实现规模化的养殖 两个人就能够轻轻松松管理 效率那是相当的不错 大家觉得 这样的养鸡模式怎么样呢 好了 我是谭谭 关注我 带你看遍全球农业的新技术新模式